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蒋洁安 遭新党立委拟参选人游志斌检举他台大国发索的论文涉抄袭 游志斌经28日收到台大公文 认定蒋洁安论文有抄袭且情节重大 撤销其学位 新党立委参选人游志斌的团队5月25日向台大检举 被视为民进党主席赖清德爱江的 现任民主进步党客家事务部主任蒋洁安国发索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事隔二个月游志斌今日公布台大回函 该公文中指台大学轮回认定蒋洁安抄袭 且已达情节重大程度 故予以撤销学位 游志斌表示 他的团队用250页的证据说明讲的论文抄袭 获得台大回复 内心百感交集 也感谢团队成员不懈努力 让正义水落石出 让过度包装的政客献出原形 让口口声声捍卫学伦的赖清德信赖扫地 根本是桃团市九龙默客家相亲之耻 其恶劣行径不仅包夺一般客家研究者的学术资源 更是伤害客家人传统正直应景精神 另外国民党立委王洪威也在脸书发文表示 又抄袭民进党客家事务部主任蒋洁安 遭台大召开学轮 会认定抄袭得 请问民进党还能信赖吗